柯文哲今天說話了 他說如果是一對一 柯文哲對上韓國瑜 他最近看到的民調 他大贏韓國瑜 這是在跟民進黨喊話嗎 乾脆你們蔡英文 賴清德都不要選 我柯文哲來代表 然後對上韓國瑜 我還可以整合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他會大贏 柯文哲不斷的吃民進黨政府的豆腐 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子嗎 不斷的吃豆腐 吃豆腐 因為他知道藍綠兩個板塊 他唯一能夠放一些回來 大概也只有綠營 他能夠從李明賢跟羅志強這邊 多放一些藍的東西過來 放不回來 綜藝棚那邊他比較有可能挖一些 因為本身本色是一樣 色系是一樣 我連他還連不夠就對了 連這裡都不夠 還打鼓 我們的人對柯文哲 是有相當相當的包容性 就是坦白話 所以柯文哲講這個話是有道理的 當然有道理 但是他這樣會讓我們的人 更討厭他而已 真的喔 你吃這種肉糊 他做這個民調完全不符合事實 因為他從頭到尾的戰法 他的戰法就是 他自己知道他不可能成為一個政黨 他也不可能有一個派對 所以他就是想說 哪邊他能夠多蹭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 柯文哲去訪問 記者在訪問講話的時候 那個黨如果正在亂 他就喜歡爺瑜那個黨 譬如說那個時候 如果韓國瑜跟郭台銘 他們兩個的新聞多一點正在亂 他可能講話的時候就會 這兩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們兩個看起來就是那麼那個樣子 然後等一下問到蔡英文的時候 這個我不太知道 我不想評論 你會發現如果民進黨穩的時候 你只要拿那個手抓抓頭 你就完全一模一樣 就印過了 好像 所以你只要那時候 蔡英文跟賴清德在亂的時候 國民黨相對穩定 當記者問到蔡英文的時候 蔡英文怎麼弄成這樣子 問到國民黨他說 這我也不太清楚 他就是在蹭 你亂我就從你那邊蹭一點 你這邊不亂我就維持不動 所以他現在是看好說蔡英文跟賴清德 鬥得正胸的時候 所以趕快再來多蹭幾下 多蹭幾下 然後看看能不能 那個下面小綠那邊也蹭一點 儘管小綠現在被人家罵 最近不是也在吵 連黃浩宇問他說 你能不能代表小綠 我們這個 黃國昌自己現在 連在戲子都不見得 可以穩穩的上 所以黃國昌傳出來 會退時代力量 是因為他自己岌岌可危 他自己 難道他自己沒有其他想法 黃國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就是個法人 念法律的人 他什麼東西都要用邏輯 要用辯 要用力量去引導 我想他在黨內也不會 你看他現在在實在力量裡面 人員好嗎 人員也不好 他這種人 他可以跟柯文哲合作嗎 他這種人就會想辦法 去外面可能再找到 另外一個律師 跟他一起配合大家打團體戰 利益結合 你覺得柯文哲 會想要跟他合作嗎 發生 力量 用 realism 用 傳